霍英哥早晨 早晨 Chris 你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放了幾天假去哪裡玩 去順德 順德 當然 難道是順德人 當然 吃東西有沒有吃東西 有當然有吃東西 順德吃東西就最棒了 那麼厲害 來一來 好 這隻 那個尺寸 是 乖乖的 是 你也可以說是女裝 女士戴就可以了 是 男士戴可以嗎 要瘦一點 你要瘦一點 是 或者有時候我建議他戴裡面 是 就是這樣 好像磁白面 是 這個很白的 是 但是還有一個 是 天文台 是 還有一個 KAL80 80小時 KAL80 因為他遮住了 KAL80 80小時動力儲存 還有這個 天文台 嘩 應該都 為什麼我說這隻是boy 雖然說 最初可能設計原意是女士 但是他用男裝浴 哦 因為KAL80沒有女裝浴 大浴 透明底 大浴 所以小得來 都不可能很小 他都34 33 34 其實就不太貴 我想 九千多元工價 九千多元工價 你五千多元工價 你五千多元工價 五千多元工價 是 這麼漂亮的錶 KAL80 那倒是 金鋼 有石 黃紙 這個失蹤了很久 這個貼貼布文面石 黃布貼貼石 是的 失蹤了很久 這隻 二萬五千八 二萬五千八 沒錯 沒錯 金鋼 有盒的 是 有證書 是 咦?為何要這樣擺 對 為何要這樣擺 你還要寫明是 In-House Movement 當然 這樣擺 即是說機心是 自家機心 比前面 比底更漂亮 哦 咦? 這隻應該好像是 明示標籠 包著都這麼漂亮 一撕開膠紙 不得了 打磨 這個自家機心 皮帶 是 可以看看 頭部 即是 面 是這樣的 黑面條 是呀 是一隻明示標 是的 還是五日鏈 是 沒錯 金屬自盯 一定有 尺寸非常適中 39mm 大概 機心超強 是的 也是 慢中 哦 不錯 一萬五千多 接著 看一隻 雷 雷達錶 Rado 好像是39mm 這個是12粒石 真鑽石 你看到黑色很亮 為什麼呢 又配襯整個陶瓷錶 陶瓷錶的意思就是整個陶瓷鏈 不會只是頭陶瓷 是 高科技陶瓷 黑色 是啊 這隻很薄 很薄 這隻 這個有白色版 是 黑色 男士戴會比較好 應該 白色好像比較陰柔 男士戴也可以 沒有問題 石字 勞力士 男裝都有石字 當石釘 當石釘 這隻很薄 超薄機心是比較貴的 石鷹 兩針 現在多少錢呢 二萬二 二萬二定價 好像有四折 這隻 石鷹錶就折多一點 是啊 機械錶就折少一點 是啊 這隻一定有 我想分分鐘一萬元有罩 有罩 沒有什麼可能 絕對有 這隻不需要一萬元 這隻錶 真的蠻誇張 是啊 超薄 還要鑽石 還要高科技 這個呢 這隻很合適 這隻錶 挺合適 挺合適 這隻是什麼帶 這隻是米蘭帶 那隻隻帶 金色的 金色的 好像是給大家 黃金 Eco Drive 星神錶 三針沒有入力 這個尺寸不是太小 但又未到33、32 我想大概31 1附近 是啊 31左右 當作是中型的女裝錶 但你看到 這樣倒了扣 帶也很有誠意 原來我跟你說 這隻錶只有1000元 1000元搞定 是啊 可能還要花20元 還可以花 可能 1000元又要花錢 可能請你喝 Starbucks 真的抵 真的不簡單 1000元又要花 1000元 還要喝Starbucks 還要喝Starbucks 然後這隻呢 這隻叫做GS GS 這隻不錯 行不行 這隻可以 我喜歡它打磨的 這隻 這隻是44殼 是嗎 很漂亮 如果撕掉膠刺 它的打磨 很亮 這隻又不是很普遍 40大 44殼 不是40尺寸 它這隻是36.55尺寸 你開凍是37 是 嘩 那些時釘 浸 打磨 手動 手動 手動上年 手動機械錶 手動機械錶 應該都 定價是貴的 是 41,000多 是 40,000多 40,000頭 但現在當然 超順 30,000有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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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萬多 真的不簡單 真的便宜 好 最後一隻 這是女裝 這是女裝 這隻 這隻 這隻更小 是啊 這個尺寸 真的很難找 現在好像沒有 這些尺寸 你覺得這個尺寸 這個是34mm 有沒有34mm 我覺得沒有 是啊 我覺得 這隻很小 也是31附近 是啊 是啊 也是 但是如果 黑碑 潛水 防水 是否會好些 是的 比普通的 還有那些玻璃 是否應該會厚些 或者耐撞 耐撞些 或者耐撞些 是啊 沒錯 對的 明白 因為它也是運動褲 野光也比較厲害 野光也比較厲害 而且配這個藍色面 很有海洋的感覺 是 一萬四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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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了 嘩 這隻 不錯的 這兩隻其實都不錯 這兩隻都不錯 都是藍色面 是啊 有很多其他不同款 不同牌子的錶 有興趣 馬上過來看看 City Sun 還有其他款 是啊 不是只有這隻 暫時拿了這隻 暫時這隻 謝謝大家